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已假扮为公园警卫的安保人员巡逻 在有平民突破安保的情况下 蓄意所有非致命手段全力巡回人员 描述 ISCP-1692-1只位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圣兰德县组成不明的有形尸体 ISCP-1692-1最常见的形态是一个全身沾满污泥的少女 但也曾被观察到呈现哺乳动物 和或最后出现于受用地区的距离 公尺内的失踪人士的样貌 ISCP-1692-2只位于受用地区正中心的一个填满了泥水的地坑 至2014年为止 在ISCP-1692-2内 已发现31具人类尸骸 以及24具动物尸骸 14具尸骸已确认为于191年 与195年之间失踪了当地人士 有时新的尸骸会从坑中出现 但持续的监视并没有发现有什么东西进入过地坑 当有人孤身进入受影响区域时 ISCP-1692-1会出现得更频繁 似乎会试图带领或引诱人士跟随他们 该人士最后会消失 且其所有东西 包括脚印、掉下的物件和服装都会消失 在数小时至数周内 一个ISCP-1692-3个体会出现在区域内 并在可行的情况下尝试离开 记录过的ISCP-1692-3个体 与失踪的人士面貌极其相似 但有畸形或遭到过肢解 包括 四肢缺失 没有被切割的痕迹 器官缺失 包括被完全开膛 脑水肿 解离性失异症 通常附带有原格解体 活着的个体 没有对近期事件的影响 形容自己的经历为如梦一般 或真假难辨 在记录过的个体中 有84%有生理上的不一致 如血型不同 器官老化 头发或眼睛颜色不同 流利使用个体之前不会的语言 以及个体智力退化 和或进步 与铺路前不相符 另外 54%的个体身上有活体解剖 留下的手术切口和缝线 除了两个特别案例外 所有SCP-1692之三个体 都由于这些变化 在被发现后很快死去 历史 AICP-1692于1938年第一次被基金会注意 庶民儿童在 湖附近失踪数日后被找回 其中两人失去了部分手指和胶指 一人多伸了手指 还有三人有了不同颜色的眼睛和头发 在勘察现场时 民当地警官也失踪 只找回一名神志不清的白人警官 声称自己是一位叫 The Hair男性 在场的基金会人员 之后发现了一具心情腐烂的小孩尸骸 其腿部和下额以上的头部缺失 切口处有皮肤长出 遗骸的外貌和衣装都符合25年前失踪 并在数月后被完毫无损地 巡回了一个名叫巴比当把的人 由于一体发现后开始腐烂 被送入低温储存室 访问已成年的巴比当把 没有发觉到关于尸骸的资讯 他在之前的一次访问中 提到记忆中车上了另一个男孩 但无法提供更多资讯 基金会在调查之下 发现当把一家找回他时 男孩被一个叫 William Canwell Waters的人抚养 他声称男孩是Charles B. Anderson 他雇佣的一位女人的儿子 并为了男孩的抚养权 控告了当把一家 由于相貌符合 且男孩称当把夫人为母亲 法院将男孩判给了当把一家 该自称是巴比当把的男子 于1966年善终 于2004年做了DNA鉴定发现 巴比当把实际上与当把一家没有关系 基金会发现了尸骸的DNA 已由于水解突然效应 而遭到严重损坏 由于该地区持续有事件发生 1939年基金会封锁了影响的地区 并数次在发现新的SCP-1692-13个体后 扩展封锁地区 基金会发现了一名失去左眼 且左边下额有缝线的年轻女人 从她的阐述中 首次发现了关于SCP-1692-1和之二的资讯 从SCP-1692-2中发现了两具尸骸 其中一具与该年轻女性相貌极其相似 该女性强烈否认尸骸与她有任何关系 尸骸缺失了部分左边头部 包括其左眼眶 该女性在站点住了一段时间后 被清除记忆 并在秘密监控下释放 她的余生中都再无意识 多年后的DNA鉴定发现 她的DNA与家人的不服 而发现的尸骸已无法确认身份 在可以对SCP-1692进行录影监控后 SCP-1692-1目击事件 和发现的人体尸骸都大幅减少 因此 SCP-1692-2中开始出现动物尸骸 其DNA同样有水解图案的迹象 以上就是SCP-1692 简单地说SCP-1692是一个沼泽地 里面会出现能变化外形的实体 SCP-1692-1 这个实体会隐诱进入SCP-1692的人 这些被隐诱的人会完全消失 在一段时间后 会出现一个与消失人相貌相似的个体 SCP-1692-3 但这些个体跟原本消失人相比 会出现四肢缺失 器官缺失 血型不同 器官老化 头发 眼睛颜色 语言 智力等等的改变 并且会有手术后的痕迹 而在SCP-1692中有个尼坑 被称为SCP-1692-2 内部有人类与动物的尸体出现 部分人类尸体被确认是当地的失踪人士 其实从文档中并没有办法很清楚地知道 到底在这些人身上发生了什么事 这些人可能经历了某些特殊的手术拼凑重组 但只是这样却不能解释为何后面提到的年轻女性 还有与其相似的尸体 沼泽、尸体、类似的人等要素 让我不禁想到的沼南SWANGMAN SWANGMAN是Donald Davison在1987年提出的哲学思想实验 内容大概是这样 假设Davidson走到一处沼泽 刚好被闪电击中而死亡 同时因为电极 沼泽内的分子重组成了Davidson的样子 且所有的结构都一模一样 这个沼南会离开沼泽 进行Davidson会做的所有事 打电话给家人、读书、上班 这种情况下 这个沼南是Davidson吗? 这个思想实验在一些ACG作品中 像亚人还有CLC剧本《找男是谁》 都曾被提到 所以知道的人应该不少 我个人推测 或许SCP-1692具有某种复制的能力 而这些复制出来的人 又被某个未知的存在 经过手术拼凑 大家如果有什么特别的理论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最后 其实文档中提到的 巴比当把是真实存在的 巴比当把出生于1908年 在1912年8比4岁时 当把一家到赛兰德县的一座活活钓鱼 而巴比在过程中走失 经过了8个月的搜索 有关单位锁定了 William Canwell Walters Walters履行时身边的小孩 符合巴比当把的描述 Walters声称小孩是Charles Bruce Anderson 一位为他工作的女性 Julia Anderson的儿子 并把小孩的监护权移交给他 Walters被逮捕 而当把一家前来便是这个小孩 关于这个小孩与当把一家见面的情况 在各家报纸上有很大的差异 有人说小孩与家人很快就相认 而有人说小孩并没有认出家人 当把一家也不确定小孩是否就是巴比 而在为小孩洗澡后 母亲看到小孩的痣才确认他是巴比 但不久后 Julia Anderson便出现 证实Walters的部分说辞 小孩是他的儿子 不过他只让Walters带下去旅游几天 而在几位小孩与巴比排在一起辨识时 小孩对Julia Anderson没有反应 而他也没有办法辨识出小孩 不利于他的舆论加上他没有结婚却有了三个小孩 最后这个男孩还是被判给了当把一家 巴比当把在1966年过世 这件事情也成为一个悬案 在2004年巴比的儿子 同意与他的叔叔进行DNA鉴定 而结果两人之间并没有血缘关系 证明了当年的那个小孩不是巴比 到现在还是没有人知道真的巴比当把发生了什么事 而这边文档的作者就以SCP来解释这个事件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跟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什么SCP的主题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